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看到今天這樣的配置 就知道我今天要用滾筒 來教大家如何放鬆全身 因為你可能沒有辦法隨時都去找一位按摩師 所以有一根滾筒 其實就可以在家裡幫自己按摩 好 那我們就先從頭開始好了 首先我們會準備一個瑜伽磚 還有一根滾筒 放鬆我的緊迫肌群 所以呢 瑜伽磚先放在地上之後 我們會把滾筒放在瑜伽磚上 就像枕頭一樣躺著之後 找到一個適合的位置 大概就是你脖子的後方 接著呢 就去轉動你的脖子 那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疼痛位置 機痛點 去調整滾筒的位置 記得不要壓迫到脊椎 滾筒如果用滾的話 會非常的費力 而且會有受傷的風險 所以其實應該是放著之後 就去做一些小範圍的擾動就可以了 按壓的時間大概就是30秒到60秒 那第一個動作就完成了 接下來很多人也會有肩頸痠痛的問題 那它也可以用滾筒再加上瑜伽磚 來做到一個配置 所以呢 一樣把這個滾筒 放在你家磚上面之後呢 釋足跪姿 接著呢 把其中一隻手 繞過你的手 下方 去做一個好像向外伸展的動作 並且把你的肩頸 放在瑜伽桶上 放在滾筒上 可以輕輕的這樣靠著 讓我的斜方肌 就可以被按壓到 那一樣你可以輕輕的做一些勞動 前後一點點 如果這個位置你覺得 放上了30秒到60秒之後好很多 可以再移動一下位置 去找下一個肌痛點 一樣輕輕的做一點把勾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再繼續往下走 來到我們的肩繡肌群 可以把這個滾筒 放斜的 再放在我的腋下的位置 然後你可以稍微側身 加上一點重量給滾筒 接著呢你的手 就彎曲的做內外旋 這樣子你應該就會感覺到你的肩繡肌群悶 這樣子你應該就會感覺到你的肩繡肌群悶 可以得到一個放鬆 那接下來我們放鬆的部分是上背的肌群 所以呢我們會躺在滾筒上 但是它躺的時候其實是有一個方法的 就是你不要直接這樣躺下去 因為有可能你會被壓破到 所以你先躺著 接著呢再把滾筒 從頭頂的後方 往身體的方向滾 然後你只要把頭稍微抬起來一點點 這樣滾 這樣子的話會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接著呢我們也不用像傳統的做法 前後這樣滾動 不用你只要慢慢的先找到 背部的肌痛點之後 好假設我是在這個位置 感覺有點痠痠的 我就把身體立起來之後 左右這樣擾動 接著你也可以把雙手 併攏一點 讓你的肌群更暴露在滾筒上 然後做一點前後的擾動 接著呢你可以找下一個肌痛點 對 以此類推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放鬆的是下背部 但傳統的觀念就是下背部 很難用到滾筒去放鬆 那是因為一般的材質都是比較偏硬的 但是它這個設計呢是有三層 它每一層呢都有不同的材質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按壓的部位 去選擇你想要用什麼材質去按壓 那我下背部的話 會用最外層的這種比較軟的材質 這樣子的話可以保護我的脊椎 同時做到一個放鬆的效果 那一樣我會先放在我的下背部之後 輕輕的靠上去 然後用手肘稍微支撐一下之後 屁股微微的抬起來 接著呢左右的去做到一些擾動 那如果這時候你會發現說左邊比較痠痛的話 你可以加強的放鬆我的一邊 所以我也會用這種方式 比如說側躺在地上之後 把滾筒放在我的一邊 接著呢一樣我們做一些擾動 動我的腳 更甚至你可以加上手去扶著滾筒 額外再產生一些勞動 那如果這樣子都還覺得OK的話 你可以再更進階一點的加上一些旋轉 那接下來的話我再一路往下走到我的屁股 臀部 臀部的話我會習慣拿出這一根按摩滾筒 一樣我會用我的單邊去做一個放鬆 那臀部的話我會放在一個比較貼合看的角度的位置 所以是比較斜放 可以這樣一樣 可以這樣側身靠上去 或者是如果再加重量 一樣去做一些擾動 前後也可以 這個點如果放鬆完之後可以去找下一個機痛點 那甚至我可以加上腳去做一些動作 腿後側的話我也會拿出一個瑜伽磚 把它放在大腿後側的下方 然後滾筒放在上面 這樣壓 找到機痛點之後 一樣做一些擾動 再找下一個機痛點 那小腿的話也一樣的意思 可以去這樣子 找機痛點之後 動動我的腳踝 或者是整個小腿 有一個翻滾 如果這樣子你會覺得 太痛的話 因為單邊會比較痛 你可以用雙邊 雙邊的話呢你可以把採桂枝 把滾筒放在我的大腿跟小腿中間 去做這樣 這也是這個滾筒的優勢之一 就是它體積比較小 所以它可以做到直接做上去的動作 不然一般的滾筒就是比較大顆 這個動作你也覺得可以接受的話 你也可以試著用單邊 加上一些擾動 會非常的有感覺 這個姿勢也比剛剛那個姿勢 就是會再輕鬆一點 因為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坐在地上然後用手撐著自己的身體 腳底板的話也可以透過這個放鬆 所以我把它放在地上之後 一隻腳固定住 另外一隻腳踩上去 然後去做一些擾動 大家可以看到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用滾動身體的方式去做放鬆 而都是用按壓之後 去做一個小範圍的擾動 其實這樣子就會很有效果了 那前側的話呢 我從腳開始會到我的進前期 那如果進前期的話 因為這邊比較脆弱 所以如果用這種可能會太痛 所以我就可以換另外一種材質 這個表皮可能又太軟 所以我可能會選擇一個稍微硬度適中的材質 就是跪在上面 慢慢找到我的肌痛點 然後開始去動我的腳 腳踝 上下 左右 旋轉 再去找下一個肌痛點 接下來是大腿前側 那大腿前側這邊的話 我的習慣會加上瑜伽磚 並且把蚊筒放在瑜伽磚上 靠在上面之後 做到一個類放式的動作 接著呢 一樣我不用前後這樣嚕 我只要慢慢找到肌痛點之後 假設在這裡 我就開始動我的腳 此狀邊做完之後 然後我可以做一些水平面的移動 如果你會覺得這個太痛的話 它都有不同材質可以選擇 所以有些人可能耐痛程度 沒有像我這麼高的話 你也可以根據這個材質去做一些替換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它的優點之一 就是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耐痛程度 去選擇你想要的材質 像有些長輩的話 他可能沒有辦法接受那麼疼痛 我覺得會讓他換一個 軟硬適中的材質 這樣也會很有感覺 接下來是內收肌群 那內收肌群的話呢 我會把這個 瑜伽鑽墊的再高一點點 接著呢 放上這個滾桶 這樣放上去 因為內收肌相對的 會非常敏感 所以我就真的就是壓著不動之後 去動我的小腿 通常這樣子就會很有感覺 大家也不用擔心 家裡沒有瑜伽鑽怎麼辦 你可以找一張小椅子 或者是只要有東西可以墊高 幾本書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大腿外側的話 因為這個是卡進處的部分 會非常的痛 一般的人那邊都會很緊 所以我會選擇這種材質是最軟的 放在上面 那一樣 我不會來回的滾動 我會慢慢的找到 激動點之後 去動我的腳 甚至我做到一個這個 抬起來放下 接下來再往上走的話 會來到我們的卡腰機 那腰拉機的部分的話 也是我們現在的人 因為久坐很容易緊繃的位置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滾桶 去做到一個放鬆 所以我把滾桶放在一個 它對應的角度之後 它在地上 然後把重量偏重在這一側 一樣不用做滾動 只要按壓 輕輕的做小範圍的擾動就可以了 再去找下一個機桶點 那接下來的話是 胸大機的部分 胸大機一樣 我們傳統上也就是 把滾桶放在那個位置 然後來回這樣擾動 但是其實你也可以 透過一個墊高 再加上 它的特殊的滾桶 放上去之後 去做到一個 擾動就可以了 加上一些動作 那之所以不用大滾桶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小滾桶 可以比較精準的 找到你的機動點 那它的體積比較小的關係 你也可以比較好去做活動 那另外的話 它也附有小顆的按摩球 來加強 一些小肌群的放鬆 比如說像胸小肌 一般來說 修小肌會比較難按到 透過傳統的滾桶 那但是加上 這樣子的一個按摩球 搭配它的滾桶 你就可以針對 這些小肌群 去做一個放鬆 一樣加上一些擾動 那這個位置是 你用一般的按摩球 其實都蠻難按到的 但透過這樣的設計的話 你也比較好處理 做到一個放鬆的效果 那肩膀前側的話 我們也可以透過瑜伽磚 去把它變高 壓在上面之後 一樣 做一些擾動 手臂的話 比如說三頭的話 你也可以 比如說 放著 這樣 三頭肌的話 可以做一點曲伸 或是 轉動 那二頭的部分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釘到之後 放上去 然後做一個前後 跟左右 的腦洞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 手臂也可以透過這些 小特的按摩球 去放鬆 比如說 像我們工勞機 它因為功能比較多 所以很常沾綿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些按摩球 去放鬆它 所以一根滾筒 你就 可以放鬆幾乎是全身的地方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 示範如何用瑜伽磚跟滾筒 放鬆全身的影片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的這些器材呢 都是Perucia這個廠商提供的滾筒跟瑜伽磚 如果有興趣的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其中這一根大的滾筒 叫做海放棒 那它的特色是 它有三層材質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選擇適合自己的硬度材質 來去做到一個放鬆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一隻就可以抵外面的三隻 那其中 它的最外層的這個厚度 是在模擬我們掌壓的這個肉球的部分 所以摸起來會比較柔軟 那中間這一層呢 模擬的是我們的紫壓 所以它稍微硬一點點 最後的這一層呢 模擬的是我們的這個鷹嘴凸 像這種關節的面 會比較硬一點 那小根的這個呢 叫一雞棒 它主要的特色呢 是它的表面呢 是有一顆一顆的這種材質 所以它可以按壓比較深層的筋膜 此外呢 它裡面附有按摩球 可以去放鬆我一些小肌群 就像我剛剛示範了 它可以跟這個一雞棒 做一個結合 來去做一些更多應用 來去放鬆小肌群 那現在Prusia呢 有提供給我專屬的優惠 好那我就會把這些資訊呢 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上去參考看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下次見 掰掰